大家好,这里是IT Commander 在大家眼前的是一个Switch游戏机,还有一个斐旋N1 那么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呢? 我今天要用这个斐旋N1来给我的塞尔达刷Amiibo 我们用斐旋N1来实现一个虚拟的手柄 然后用这个虚拟的手柄再给这个塞尔达注入Amiibo 而且是一个P处理,我把它写成了一个P处理 我现在操作给大家看一下 我用SSH登录了斐旋N1 然后敲了一堆命令之后呢 手柄会重新配对 它会让我的斐旋N1变成一个蓝牙手柄 我们利用斐旋N1的蓝牙虚拟成一个Switch port的手柄 跟我们的Switch进行一个连接 之后呢我们加载Amiibo的bin文件 直接用蓝牙传输到我们的游戏机 这样的好处呢是我们不需要直接刷Amiibo在NFC这个位置 如果你买的那种便宜的小的NFC卡片呢都是不需要的 这一下我们会生很大的事情 现在呢腿旋N1 请举向包括淡谚 在中方的摆执 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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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大家刚才看到呢 就是我用这个斐旋N1 刷了ARM半的斐旋N1 模拟了一个蓝牙的破手柄 大家看游戏机这边会显示一个破手柄 这个破手柄呢 是虚拟出来的 是由我们的斐旋N1虚拟出来的 用蓝牙进行一个连接之后 并且呢 我会在斐旋N里存好 Amiibo的文件 然后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通过蓝牙直接把Amiibo的数据 传给我们的Switch 这样Switch就认为你已经刷过Amiibo了 这样的好处是什么 就是你不需要实物的Amiibo了 尽管我们网上已经可以买到那种 NTAG215的NFC的卡 可以实现一个廉价的Amiibo 但是呢 我们有了这台斐旋N1 再加上一个程序 就完全都不需要了 什么都不需要了 只需要蓝牙 把Amiibo信息传给游戏机就可以了 这个方法呢 同样也是适用于动森 动森也是可以刷这个Amiibo的 只要你有这个Amiibo的文件 所有的Amiibo都可以 而且呢 你的游戏机呢 也是任何版本的都可以 因为我们这个是通过蓝牙来实现的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到电脑这边看 我给大家看一下是怎样操作的 怎样实现的这个功能 好 我们现在打开 SSH工具连接到我们的斐旋N1上面 并且呢 我们输入GitClone 然后呢 有一个大神 开发了一个项目在Github上 叫Joy Control 这个我们是用这个Joy Control来实现的 然后我们按一下回车 这个时候呢 它会自动的下载 我现在已经有这个Joy Control了 所以我现在把它重命名一下 然后重新给大家演示 然后GitClone 然后这就下载完了 非常的快 然后我们进入到Joy Control里边 我们LS看一下 有一个Run 开头的一个文件 我们运行这个文件就可以了 首先呢 我们回到这个游戏机这边 然后我们进入手柄的选项 然后选择更改握法和顺序 这个时候它会显示一个配对的界面 我们现在呢 输入 输入一个命令 我之前输入过 我给大家重新简化一下这个命令 其实不要这么长 我只是把之前把路径写全了 我们输入Python3 然后RunController下滑线Cli.py 空格PoreController 这个意思就是 我们模拟一个Pore手柄 用蓝牙模拟一个Pore手柄 这时候我们按回车 那回车之后呢 它会有一些命令在上面一直在滚 我们只需要等待就好 然后你的游戏机登一声 Pore手柄就模拟成功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大家记住啊 千万不要按这个游戏机两边的JoyCon了 因为这两边的JoyCon 如果一按的话呢 会把这个Pore手柄抢掉 也就是说你电脑这边会断开 然后我们等这个命令行不动 现在不要着急啊 等着命令行不动了 大家看现在已经不动了 我们按下回车 然后有个CMD 这个时候我们输入A 这个A呢 按下回车 可能要稍等一下 这个A其实就是 就是让我们按这个A键 我们模拟A键 就是用A回车 大家看 现在我们的游戏机已经完全被斐转N1控制了 也就是说我们的手柄 我们的Pore手柄其实就是斐转N1 我们输入在这个命令行输入Home 游戏机就会回到Home界面 我们输入Right 它就会向右一格 我们输入Left 它就会向左一格 我们输入A 它就会进入游戏 那我们再输入Home 它就回到主界面 那么我们就完全用命令行来控制了这个游戏机 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想输 想用Amiibo呢 也很简单 你需要输一个NFC的命令 NFC 然后把你的Amiibo加载进内存 root 然后我比如说10.bin 因为我存的Amiibo的位置是root-10.bin 你提前要把你的Amiibo存在这个相应的位置 你一个你知道的位置 你按一下回车 没有报错的话呢 它就是加载成功了 加载成功之后呢 我们回到游戏 这些讨厌的蝙蝠终于走了 好 那我给大家演示 在游戏里边呢 我拿塞尔达举例 我们需要按一下L键 我们就输入一个L 然后大家看 它就开始 它自动的就把你的刚才加载的Amiibo 扔到你面前了 这个时候我们再按下L 它还会再做 然后呢 因为你在内存里边呢 加载的Amiibo是这个10号的Amiibo 所以呢 它就说你今天已经刷过了 因为Amiibo只一天只能刷一次嘛 然后我们用NFC 我们先回车到这个CMD界面 我用NFC remove 然后有一行命令提示说 remove的NFC content 这个意思呢 就是你的NFC刚才加载的 已经被remove了 我把声音调小 重新连一下 刚才断开了 因为我不小心碰到这个红色的手柄 我们还需要到这里边重新连一下 按刚才的方法重新连一下 钢链上 反应是比较慢的 所以大家要有一些耐心 然后我们回到塞尔达这个游戏之后 oh my god 又断线了 它有时候不是很稳定的话呢 我们就要重新连接 当然你配个完之后呢 重新连接 你可以用这行命令 在pro controller后边加一个-r -r呢 再加一个你游戏机的蓝牙Mac地址 游戏机的蓝牙Mac地址在这个位置 刚才配对连接之后呢 就会出现这个游戏机的蓝牙Mac地址 然后你加上-r 加上蓝牙Mac地址 你就不需要重新配对那么复杂了 下连接呢 也不会比刚才稍微快一些 并且呢 它是可以在游戏中断线重连 好 大家看 这个破手柄又出现了 然后但是我们的命令还在还在动 我回车一下啊 命令好像不动了 我们按一个A 又开始在滚动 但是A也生效了 然后我们刚才说了NFC remove 就是把现在的NFC 加载的NFC拿掉 不要了 然后呢 我们要加载另外一个Amiibo文件呢 我们就要这样 NFC-root 刚才加载的10 我们现在加载11 这个bin文件呢 是大家可以自己从网上去找 这是Amiibo的bin文件 然后我们再用l 大家看 这个已经没法用了 因为他说今天也刷过了 那我们再换一个NFC remove 这个程序 还是不是很稳定 不过呢 这样已经很 很方便了 毕竟我们可以使用 不使用实体的Amiibo 就可以享受一下Amiibo的待遇了 好 那我现在呢 就给大家 讲这么多 主要的呢 就是一个NFC的加载 和清除的过程 就是你刷 刷第一个Amiibo的时候 你要把它加载进来 你刷第二个的时候呢 你要把第一个清除出去 就是我们的NFC加载 和remove这两个步骤要做 如果你要是有兴趣 把它写成脚本呢 其实这一个文件 你打开看一看 把它写成批处理 甚至你做一个外挂 都是可以的 好 那本期节目呢 就给大家介绍在这里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斐讯N1 虚拟一个Switch的POR手柄 并且实现虚拟的Amiibo 好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 欢迎大家订阅 点赞 转发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